其实现在沿着花东铁路到花莲沿线都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 像是池上跟玉里 在当地有一个透过社区重建的铁器工厂 据说也透过观光展现了新的生命 今天我们要带你来品尝一下有名的玉里面 熊熊的火炉温度相当高 只见铁匠不断地将铁器放入火炉内 接着又将烧红的铁片拿出来敲敲打打 虽然额头上直冒汗看起来相当辛苦 不过铁匠还是一直重复着敲打的动作 目的就是要做出最锋利坚韧的铁器 铁的东西要打出什么形状我们都可以 这是一家位在池上的打铁工厂 因为摆了铁单是清朝时代制造的 已经超过150年的历史了 而这像打铁工府曾经一度被机器取代 不过机器制造出来的品质始终比不上人工 铁匠郑先生又重出江湖 透过社区的协助将打铁文化传承下去 随着火车的脚步我们来到了玉里 说到玉里最有名的莫过于就是玉里面 老板说玉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汤头和油葱 您是不是也想来一趟铁路之旅 到花莲体验不同的旅游形态